主料,排骨500克,隔离8克,竹酸,水,辅料,灯龟,枸杞,盐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排骨桌水备用,隔离洗净桌水,竹酸洗净简断备用,把排骨和隔离放到炖锅里,加入水和竹酸,放入灯龟和枸杞炖上2个小时,就能品尝美味,炖好的汤装入小中里, 就可以使用了,烹饭技巧,炖汤没有特别难,这次的汤很简单,很鲜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